我們今天上第五課 我們之前四課講的是資料處理 最後大家發現自己用不到二十個函數 就可以做出幾乎任何事情 我們今天是一個新的開始 新的開始是做資料分析 我們大概花三節課的時間 把常用的統一方法通過用完 所以會上很快 有些碩士班一年級的 有些方法你還沒有學到 不過沒有關係 你就先學會就好了 在三節課過完之後 下一個block是畫圖 後面就很精彩了 等到畫完圖我們再講 我們先下載範例資料 先把檔案讀進來 那讀檔 讀檔這個應該很多人都已經會了吧 對不對 那這份檔案是全英文的 所以說沒有那個encoding的問題 像我是放在Lesson 5的Example Data 讀完檔之後 這份檔案是一個 我們大概這三節課都會用同樣一份範例資料 這份資料它就是有一些連續變相 有一些類別變相 一些survival time, death, information 等一下 我們survival time 它可能有一些相關的統計方法 我們會在後面再介紹到 那在這個 學會那些統計方法之前 我們要先會計算一些比較簡單的 這個value 這樣子 最簡單的東西就是一些描述性統計 像是 min這個函數可以幫我們算平均數 我們來看一下 min這個函數怎麼用 min這個函數怎麼用呢 首先第一個 min小括號 小括號是 做這個函數的這個標準的這個 輸入方式 第一個參數是輸入的是 我們所要的那個向量 注意喔 只有向量 就是第一層變數層的那個物件 才有辦法使用min這個函數 那變數層那個物件 我們要 剛剛這個data這個東西 dat這個東西 它的class 是屬於data frame 那data裡面的第一個 第一個column 這是egfr 你問它class 這是它的numeric 這告訴它這是一個數字這樣子 那數字是可以進行這個平均數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前號的意思就是data裡面的egfr 就是所影函數的其中一種用法 然後dote.na.rm 等於true 代表如果有na的話 像有這些東西的話 我就不把這些na拿來計算平均數這樣子 好 按下enter之後 它就會告訴我 呃 現在整個樣本裡面的egfr 平均值是34.1這樣子 那假如na就要去確譜 為什麼它是na 都可以啦 都可以 沒有那麼重要這樣子 那 除了計算平均數以外 這個我們總共有 常見的大概 九種這個 描述性統計 有人mine以後下一個是sd這樣子 那sd就是standard deviation 就是標準差 有標準差以後還有這個變異數 那變異數 變異數就是variance 英文叫variance 所以它的那個函數名稱就是var 全三個字 基本上r語言裡面的函數 我們現在開始要背很多函數了 我們在三節課以前 總共四節課 教到函數不超過二十個 對不對 我們看我們現在一頁就要教九個 好不好 那 所以說現在 這節課開始有點像是在背函數 然後知道那些函數怎麼使用這樣子 那 那這個min 那個在r語言裡面大部分的函數都跟 你要做那件事情的減寫是一樣的這樣子 好 所以variance一樣 這個可以計算變異數 median呢 median就是算中位數 這樣可以吧 我們直接 median egfr na.rm 一樣計算出34.33 好 我們繼續 quantile quantile是分位數的意思 quantile data egfr data.0.5 data.0.5 這代表我要的是第五十個分位 data.0.5 這代表我要的是第五十個分位數 也就是我們的中位數 但我們現在enter的時候你會看到34.33 這樣可以齁 好 那當然啦你可以弄成0.95 這就是95分位數 這樣 知道分位數是什麼嗎 就是你把那個數字從小排到大 嗯 呃 百分之五的位置在哪裡 就是多少 這跟以前那個 呃 你們考這個 呃 假如說學測啊 或者是 機測之類的 他有一些這個 假如說pr多少 那有點像 好不好 pr多少有點像 好 那接著還有 min是min 這個最小值 好 這個 這邊還有最大值是max 好 這些 就是你們現在開始突然學到一堆函數嘛 對不對 欸 記不起來沒有關係 你們只要知道就是 因為我上課的講義都是全部都公開在網路上 對不對 你們只要知道說這個 呃 在哪裡可以 找到那個函數就好了 其實你們只要知道這件事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來 下一步 table這個函數 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剛剛在 剛剛前面這個 七個函數 通都跟連續變相有關對不對 那類別變相我們要怎麼分析 類別變相大部分都是比例啦 好不好 比例我們需要用到table這個函數 像cancel就是一個0跟1 0就是沒有 1就是有 當你打下table data cancel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0的有576個 1的有402個 好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 比較特別的是 就是table這個函數 當你一次輸入 兩個以上的變相的時候 假如說 data cancer 跟data裡面的diabetes 你將可以看到 呃 m by n的這個 cross table 好不好 就是一個列連表 那 這個 m跟n 像這兩個變相 都是 在我們的data裡面都是2元的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是2乘2的 這個cross table 但如果 你的這個變相是 就是 3個變相 3個類別 4個類別 那他可能就是3乘4 這樣子 好 有了table這個函數之後 啊 基本上 這個 roll這裡是 第一個 roll是描述這個 第一個 第一個變數 colon是描述第二個變數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 這兩個加起來 你會發現一件事 468 加上 97 565 欸怎麼跟576不一樣 有沒有人 想得到發生什麼事了 沒有人喔 沒關係啦 這個 不是什麼很重要的 其實是因為我們把na移除了嘛 對不對 你要 你下面這一行 下面這一行是要兩個配合 通都要 沒有na 他才會出來 對不對 那上面那個只要cancel沒有na就可以了 所以人會變少 這很正常 好不好 以後看paper的時候 你遇到 這樣加起來不對的數字 大部分的狀況就是因為他na paper要出錯的機會很低 好 table 做完之後啊 那如果我們要算百分比 我們要用什麼函數 我們要用prop table prop就是proportion proportion的簡稱前四個字 那我們首先先把table table data cancer 把它存成一個叫table1 這樣的一個就是物件 好table1現在是一個物件對不對 這是一個table 那如果打prop.table table1 他就會告訴我 這兩個 他的比例 各是百分之幾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再來做個實驗 剛剛我們有列連表嘛 對不對 table2 table2是一個cancer跟diabetes的這個 這個列連表 那我們一樣 變成type2之後 再讓他算proportion 看看答案是多少 你會發現他全部加起來是百分之百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事實上 這個結果跟什麼一樣呢 我們先把這個 呃 468 加97 加309 加81 好這樣955 對不對 我們把這個東西 直接除以 955 好答案是一模一樣的 這樣可以嗎 所以他 這個prop.table 他所算出來的這個 這個 比例 是全部加起來百分之百 欸 可是這個時候你可能會有一個問題啊 這個 我們 在那個 假設我們在paper上面看到的描述性統計 通常長什麼樣子 通常是以column或以roll為這個 這個 標準 然後整個column加起來是百分之百 或整個roll加起來是百分之百 對不對 可以喔 可以理解齁 那所以在r裡面我們要怎麼做這件事咧 我們要額外再下一個參數 prop proportion table 本來是直接type2嘛 對不對 現在在豆.1 豆.1就代表 以roll為核心 以roll為核心 roll加起來要百分之百 所以這裡加起來是百分之百 這裡加起來是百分之百 這樣可以齁 那如果是2呢 那如果是2呢 就是以column加起來為核心 這樣可以吧 這樣column加起來是百分之百 好 就是大概大致上是這個樣子 好 這是我們 呃 最簡單的9個描述性統計的函數 這樣子 還有一些其他的 舉例來說 我想把所有的那個data要加起來 我要怎麼加咧 有函數叫sunt sunt 好 這樣type2 tab2 它加起來是這個 955嘛 對不對 你用上 你就可以把整個table把它加起來 這樣子 好 上這函數是拿來累加的喔 它比較少用啊 這樣 好 那 這個 如果我們在做paper的 我們剛剛已經會做平均數目標很差那些東西了嘛 對不對 那 可是我們在 如果我們今天有一筆資料要分析 然後你要 你要就是 呃 你想要知道 假設Case組的EGFR值是多少 Ctrl組的EGFR值是多少 這樣子的話 我們有沒有什麼好的方法來做這件事咧 我們可以用索引函數 就是 首先 data 裡面 這個 這個 現在我們的data 是一個 data frame 對不對 它的 number of raw 是 1000 number of column 是 10 那我們 是不是可以用索引函數 然後找出 data裡面的 desease 等於等於1的 這樣我們篩出來的 是不是Case組 這樣可以了解嗎 這樣我們篩出來的Case組 那同樣的我們可以在 篩出Case組以後 再說我要Case組裡面的EGFR 這樣我們拿到的是不是Case組的EGFR 那如果你這邊 等於1這裡桿等於0 你拿到的就是Ctrl組的EGFR 那你Case組的EGFR 你如果求命 然後同樣的打上 na.rm 等於true na.rm 就是na我要不要remove true 好 你得到就是Case組的EGFR 平均值 那0呢 就Ctrl組的EGFR 平均值 這樣可以齁 好 在第12大講會 這兩個要比較嗎 之後用P比較 比差 呃 現在還沒有到那裡啦 t-test會做 等一下會有t-test來做 這樣子 好那如果我們要把 平均數加減標準差 表示出來 平均數怎麼算呢 平均數就是這樣算嘛 對不對 DrivalCase組的平均數就是這樣算 啊 標準差怎麼算 標準差是不是用SD 好這樣可以嗎 那我現在想要把 我們在Paper上呈現的時候 通常是平均數加減標準差嘛 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樣 在程式語言裡面 直接把它呈現出來 欸我們先講一下 我們 現在學這些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的目標是這樣子啦 包括我們的期中作業 就是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期中作業 大概要做什麼 做成什麼樣子好了 這樣大家比較會有感覺 呃 第六課 在第六課這裡 就是我們希望給你一個資料以後 我們希望啊 這個表格 這是Paper的表格 對不對 這是Paper常見的表格 我們希望的是 呃 你寫出一個函數 讓你這個 輸入這個 左邊的變項是什麼 上面的變項是什麼 你就可以直接把這個表格完成 這樣知道嗎 因為這樣你就很方便啊 你分析數據起來就很方便啊 好 可是問題就在於 那我要怎麼產生這一串 所以我們現在一步一步 等下教的所有東西都在教你說 欸 你要完成這個表格的 這個最主要的技能 這樣知道嗎 當然啦 有一個很重要的技能叫回圈 這個我們前面四節課 不斷在練習這件事情 好 你要一格一格填嘛 對不對 這個 但是我們這個 欸 你要加減多少 這個我們還沒學會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來做加減 好 我們需要用到PEST這個函數 我們先把這一行貼上來 然後一點點拆解它 我們把它貼在這裡 好 仔細看一下 核心在這裡 PEST這個函數 PEST這個函數 是把很多個字串把它貼在一起 把它一起呈現 那首先第一個 我們要先貼MIM嘛 對不對 MIM的話就是 M然後DATA 然後用索引函數 把Desease等於1的把它挑出 EG的法表挑出來 挑出來以後 豆點 然後加減 豆點 SD 然後豆點 然後SEP 等於這個 就是 空格 那這樣什麼意思咧 這樣子我們按下RUN 你會看到 這個是不是就是 平均數加減標準差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它怎麼產生的 就是用PEST這個函數產生的 這樣知道吧 好那但是 但是這樣子的做法 有什麼問題咧 剛剛這是 我貼這兩行一模一樣的幹什麼 PEST PEST PEST這個函數後面要指定SEP等於空格 但如果你不想要多打這個的話 你可以直接用PEST0這個函數 就是你在這裡直接打PEST0 然後 在結尾的部分 你就不用指定它的分格符號 因為PEST0的意思就是 呃 就是我直接把它貼起來 中間不要有分格符號 好 所以這兩行是一模一樣的語法 好 好 但是 呃你會發現這樣的呈現相當的醜 對不對 醜在哪裡 這個小數點太多位數了嘛 對不對 而且不統一 我們理論上 我們應該想要的 應該是 呃 都是應該要 小數三位 這樣就可以了 對不對 好可是小數三位有 小數三位 這邊我們先把這個 命跟SD把它存下來 大家看一下 好首先 現在M是不是等於 DESIS等於1的EGFR 它的命 是一個數值對不對 S是 標準差對不對 現在的命是 34.41 S呢 S是 7.158 好注意喔 在這裡 我們有兩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在Round Round我在 那個講義上沒有教 Round 3 這樣我們可以獲得一個 三位小數的這個Round 好可是Round這函數有什麼缺點呢 我們來試一下好了 就要3.000 0 3.000 你Round的3 按下Enter之後 它給你3 對不對 可是這是我們Paper想要的樣子嗎 不是對不對 我們Paper想要的樣子 是不是 如果我現在要三位小數 它就要補0 就要3.000 類似這個樣子 對不對 好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介紹的函數 這個函數叫Format Format C 然後 3.000 豆.3 後面豆.Format 等於 F 這樣子我們就會產生3.000了 好我們現在 點0.000去掉喔 它出來的3.000 你跟它講4 4.2 4.2 補到0 這樣可以 補0補到3位 這樣可以嗎 所以Format C這個函數 是我們等一下要用來 四捨五入 如果你要製作表格的話 比較標準的這個 四捨五入函數 這樣子 好所以我們這裡 Format C Format C我可以對M做Format C 小數三位 Format等於F 這樣我會獲得 這個 3.415的這個文字格式 Format C S 這樣我就會獲得標準差對不對 好現在我是不是可以把這兩串貼起來 用加減符號去把它分隔開 這樣可以嗎 Paste Format C 這一串是不是 這一串是不是等於上面這一串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 那接著 豆點加減 然後豆點 這一串 就等於上面這一串 好那我把它Delete掉 現在你就看到是一個標準格式的 這個 平均數加減標準差 好那我們現在 要做一個自定函數 這個自定函數 要做什麼 這個 我們現在之後的練習題都會用類似這樣的格式 就是我開一個自定函數給你 你要寫出來 第一個是 函數的Input必須是一個連續變相跟一個類別變相 這是什麼意思呢 舉例來說 你必須要指定它說 Input是A跟B A必須是一個連續變相 B必須是一個類別變相 這樣子 好那 函數的 這個 就是 然後函數還必須要Input 要讓使用者決定 他所要呈現的小數位數 好舉例來說 我這一次所輸出的這個小數位數是三位 我這一次所輸出的小數位數是兩位 類似這樣 要讓使用者可以決定 然後啊 注意件事 當第一個函數 必須 第一個函數你要寫兩個函數 當然你寫一個也可以啦 第一個函數就是 當你輸入 主要是輸入Desease跟EGFR的時候 這個函數的輸出就必須把 Desease等於0跟Dese等於1的 EGFR的平均數加減標準差都可以秀出來 用剛剛的方式把它秀出來 或者是 第二個函數是 你必須秀出 中位數然後 然後跨號25百分位至75百分位的這個 然後再跨號的這個格式這樣子 好 你必須注意件事情喔 在我們Data裡面 它的 它的這個 呃 我們看Table Data Data Desease這個只有兩類 可是Data裡面的Education 這個就有三類喔 所以必須考慮到你的函數的類別變相 可能有可能不只是兩類 好不好 所以你必須要 用一些小技巧 然後透過回圈去把它完成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先來簡單的做下這個練習題 這個練習題不能花太久的時間 因為我們後面課比較多一點這樣子 好 開始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要怎麼做啊 這題 這題其實 關鍵是在於你還會不會寫這個 就是 呃 你還會不會寫自定函數這樣子 好不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題 這一題我們的要求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要 那個 然後你們跟著我的想法 這樣 以後你們看到這一種練習題的時候 你們才有辦法做出 呃 我要的東西這樣子 那要注意一件事喔 現在 我在 我現在開始的練習題 從這一節課開始的練習題 那個 呃 都很像是那個 需求單位在提需求啦 以後如果你們有機會到什麼 類似 呃 就是資訊的公司上班的話 呃 你面對使用者他就類似這樣子 把他提提需求出來 你就把他完成這樣子 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 函數的Input必須是一個類別變相跟連續變相 所以我必須要兩個Input 對不對 這兩個Input我先用 我先用虛擬的物件去給他好不好 主要虛擬的物件叫做 X1 X1等於Data裡面的 主要Data裡面的EGFR好了好不好 那X2 X2是我要輸入的類別變相 等於Data裡面的Education 好這個是 這樣子這裡的X1X2 是我先把他寫出來的 等一下我要X1跟X2來操作 我一定要 我在寫函數之前 我一定要讓他有這個 代表的這個物件 就代理的物件 不可以直接用他喔 你直接用他的話到時候 那個函數就沒辦法打包 這樣可以理解吧 你如果 東西把他拉出來這樣子 你函數就可以打包 好接著 小數位數嘛 小數位數我們可以用這個 角來說DIG好了 DIG等於 9到3 我這裡先寫3 這樣可以吧 好接著 接著我們要做什麼事來 這兩個已經寫完了嘛 接下來 輸出函數必須為 平均數加減不要很差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 現在我們有了這個以後 第一步我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是不是 確定 類別變相總共有幾個類別 這樣可以嗎 那總共有幾個類別 我要怎麼從這裡看到 我要怎麼用X2 然後看到總共有幾個類別 喔 Level 非常好 Levels X2 但是 Nune欸 為什麼 蛤 因為他有遺漏子 不是 好 問題是 他的class 並不是 是 Integr 不是 Factor 所以 S Factor 對對對 太好了 這個代表是你有學會 好 這樣我們就出來Levels了 對不對 好 所以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 在這裡寫 Levels Levels.x2 等於 好 這樣我是不是產生了Levels.x2 這樣可以吧 好 然後我們接著 我們現在輸出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輸出 之前 我們要先了解一下 我們的輸出格式是什麼樣子 我們輸出格式是不是 應該是一個 呃 覺得來說是一個 應該是文字啦 不是數字 因為我們是 平均數加點標準差 它應該是文字的格式 我們是輸出一串文字 它長度為多少 的文字向量 長度應該是Levels.x2的數目 對不對 因為有幾個類別 我就要輸出幾個 平均數加點標準差 這樣可以接受 好不好 那我們來 我們的result 等於 repeat repeat這個na 然後這個幾次 length 好 這樣子我的result 就產生了 它是 總共有三個na 然後我一個一個可以填進去 還有一種做法 也可以參考 就是 呃 result 等於 chrisct 就是文字 然後我的lens 等於 lens 這樣我的result 一樣也是長度為三的文字 文字格式 這樣可以嗎 這兩種做法都可以喔 但是 呃 你用repe比較安全一點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繼續 接著 這個呃 產生這個東西之後 我們是不是就要開始做 復迴圈了 但是做復迴圈之前 我們是不是先i等於1開始嘗試 i等於1 i等於1 i等於1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 sub x1 等於什麼呢 x1 然後利用索引函數碼 對不對 x2 等於等於 levels.x2 第i個 這樣可以嗎 這是不是我們上節課教到的技巧 也就是說 這個呃 我們可以利用 當i等1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把那個subdata把它抓出來這樣子 ok subx1 有了subx1之後 我是不是就可以計算平均數跟標準差了 那我這裡 m是不是等於min 然後我這裡可以換成subx1 然後sd一樣可以換成subx2 subx1 這樣可以吧 這樣我是不是就計算出了 他的min跟s 這樣可以嗎 那有了min跟s之後 這一行是不是可以直接用了 這是不是就是 我最後要的這個 這個呃 平均數字加點標準差 好 可是這一行要怎麼改 第一個 小數位數 我必須繼承這個物件 這個 這個物件 這樣等一下我才可以改嘛 對不對 好 接著 在這裡 我是不是 應該要把它填到哪裡去 填到result 裡面的 第i格位置 這樣可以嗎 因為我一格一格填嘛 對不對 根據我的這個output 期望output 我一格一格填這樣子 好 全部這樣執行完了之後 我們回頭看result 第一個是不是已經被我填進去了 這樣可以齁 好 第一個被我填進去之後 那 我是不是可以把i回圈 把它變成一個 i等於1 變成一個i回圈 for i in 1到多少 lens levels .x2 好 那我就可以把這些東西全部貼起來囉 貼到這裡來 for i圈 再做一次 我們現在看我們的result 好 是不是就是 三個 類別的平均數字加點不要很差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要怎麼把它打包成函數 我們把這個函數叫test 等於function 然後 這是函數的基本格式 外面輸入變數 裡面輸入這個程式碼 對不對 好 裡面的程式碼在這裡 把它貼上來 總共哪些變數 x1 x2 跟dig 跟dig 這樣可以吧 好 然後 你這樣寫完函數之後 你這個result沒有print出來 所以我要把它print出去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現在就可以 我現在可以刪掉囉 好 我們來試 我們做個實驗喔 我現在把這裡清空 清空完了之後 我全部執行之後 是不是有了一個test這個函數 看著喔 test這個函數 x1 等於 假設說 data裡面的 1gfr x2 等於 data裡面的 dibitis好了 然後dig 等於2 它是不是出來 兩個類別的這個 平均數 跟加點標準差 我把dibitis改成 incount好了 是不是三個組別 就有了 好 所以這個 這樣寫成一個函數之後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我們以後 要做這個 paper的table的時候 如果你殘數已經寫好了 你 只需要輸入 然後就可以複製貼上了 小數位數那些通 都不需要 自己再去 就是刪減啊 什麼之類的 這樣懂的意思嗎 而且是標準的格式 好 那 平均數 加減 平均數加減 那個 平均數 中位數25% 75% 這個怎麼做咧 做法非常的類似 我們把test這邊複製下來 我們要怎麼改咧 我們本來 在這裡取得的是 平均數跟標準差嘛 對不對 那我們就取得中位數啊 中位數是怎麼 怎麼用 是不是medium 然後 75% 25% 是多少 25% 25% 我們就 這個 Q 25好了 Q.25 Q.25 Q.25是不是 就是 框台喔 0.25 這樣可以嗎 我當然是背起來了啦 不過 你們如果背不起來 這不是重點 因為反正前面就可以抄嘛 對不對 好 75% 0.75 然後 我們是不是要以 這個東西 format cm 然後 format c Q.75 Q.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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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裡加減 我們要用到 用小畫號嘛 對不對 然後再來 接著繼續 豆點 好 我們這裡豆點是減號 豆點 format c 這一串 Q.75 再豆點 好 再給一個小畫號結尾 好 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我們把這個函數命名為test2 我們把這個函數命名為test2之後 我們按run 然後接著 我們剛剛是不是test1 test我們可以做這個 平均數加點標準差 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做test2 好 這是不是中位數 然後跟75 25 百分位到75 好這樣可以 所以 是不是 其實好像 就是 沒有特別難 這樣知道嗎 就是這個就是一個簡單的 首先就是你要知道 我們前面 這一小節前面 教的那些函數的運用 不過 所有程式碼 我都貼過 貼給你們過 你只是拿來用嘛對不對 第二個最重要的是 回圈的練習 因為這個 我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這個 我們要先想好 我們的output應該長成什麼樣子 主要我們output是長成 長度為n的向量 這n跟level的這個數目掛鉤 對不對 那接著我們就一格一格填 回圈不就是拿來做這件事嗎 這樣可以齁 好 所以第一小節就做到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小節 在第二小節 第二小節 我們要介紹R裡面的最後一種物件 在我們的前面的課程 大概在第一節課的時候 我們有講說 R裡面總共有三種層次的物件 第一種是一維的向量 變數層一維向量 對不對 總共有邏輯向量 文字向量等等 好 那第二種 我們在第二課的時候 我講了 是正列層的物件 正列層的物件 正列層的物件包括 有什麼特殊性 他必須保證 以DataFrame來講 他必須保證每一個 Variable 他的長度必須相等 不然他不可能變成一個資料表 對不對 他可以NA 但他長度必須相等 那有時候你的資料 就不是那麼方方正正 舉例說 我想要把一個矩陣 跟一個向量合在一起 他的長度又不等 這樣我要怎麼合 那我就需要用到最後一種物件形式 叫列表 列表層的物件總共有 列表 S3物件跟S4物件 S4物件 我們這一門課 這一個學期 全部都不會教到 這個非常少見 不會也不會怎麼樣 好不好 那 平常像我也是幾乎不用他 這樣子 S3物件 我們等一下會好好教 好 我們首先先叫列表 列表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他其實就是一個物件 然後裡面有 裡面有指向說 這個物件裡面的第一項是什麼東西 第二項是什麼東西 第三項是什麼東西 所以他有點像是一個字典的形式 所以他其實並不是一個 他並不會指定說 他裡面的東西形狀必須要相同 或什麼之類的 這樣懂意思嗎 好 我們現在啊 先產生一個 先產生 我們先把這裡全部都刪掉 這個 我們開一個新的這個script 好了 好 我們把這邊清空 按下RUN 大家注意現在M1是一個4乘5的矩陣 這樣可以齁 那M2呢 接著我們再產生一個M2 M2是一個3乘3的文字矩陣對不對 M1是一個4乘5的數值矩陣 M2是3乘3的文字矩陣 這兩個矩陣絕對是不可能合併的 對吧 沒有辦法簡單合併 接下來 X3是一個長度為4的邏輯項量 好 這樣可以齁 長度為4的邏輯項量 我們把它打包成一個路件 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 L1等於LIST 括號M1 豆點M2 豆點X3 這樣子 我們再看一下L1長成什麼樣子 L1就是裡面有 M1 裡面有M2 裡面有X3 裡面的第一項是M1 第二項是M2 第三項是X3 所以 你有沒有注意到了 LIST其實就是一個 把所有東西就混在一起 他其實並沒有想要去 強迫的合併他 他就把它放在第一項 第二項第三項 這樣子而已 好 我們繼續 我們之前學過非常多函數 像是Lens跟Class 這兩個函數都可以拿來用在列表上面 主要LensXL1 就是問他裡面有幾個東西 裡面有三個東西 忘記講一件事情 列表這個東西非常特別 列表裡面甚至也可以放列表 所以說列表裡面能放的東西是不限制的 所以列表是在R裡面自由度最高的一個物件 這樣可以齁 LensXL1 長度為3 代表這個東西裡面有三個 小東西 這個列表裡面有三個小東西 好 Class L1 他就告訴你這是個LIST 這樣可以吧 那Class以前是拿來查說 他是否是因子 他是否是這個 他屬性是什麼的 時候用的 好 繼續 列表比較特別的一個 是Lens這個函數 Names這個函數 跟我們在矩陣那邊 教的RawNames ColorNames非常的像 我們一樣可以給列表裡面的小物件來做命名 好 我們現在 我們本來的L1 他本身的1號物件 2號物件 3號物件 本來是沒有名字的 我們現在NamesL1 然後等於C ABC 按下Enter之後 你會看到我們現在的L1 他的第一個小物件 第二個小物件 裡面就有名字了 這樣可以吧 好 接著 還有一個函數叫LS LS這個函數 LS L1 這個函數可以告訴我們 列表裡面有哪些物件 把他的名字秀出來 你現在看到 因為我現在要給名字 如果還沒給名字的時候 我就LS的話 他什麼都不會產生 因為他沒有名字 這樣知道嗎 我再重新產生一次L1 這個時候我再做一次LS 他就會告訴我沒有 因為這個裡面沒有名字 這樣知道嗎 然後我再一次給他賦 賦予名字之後 我再問他LS 這個時候就有名字囉 這樣可以齁 好 繼續 好 教完 基本的操作之後 我們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們這節課 搞到現在 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索引 因為索引可以幫助我們 找到特定位置的information 把東西填入特定位置 所以我們要來看一下 list這個東西 怎麼樣去索引他 我們的中括號 list 索引都是用中括號 對不對 中括號裡面只輸入一個數 這個是 向量的索引 對不對 中括號裡面輸入 兩個或三個以上的數 用豆點分開 這個是 正列成的索引方式 對不對 那列表成的索引方式是什麼呢 列表成的索引方式是 雙中括號 用雙中括號來做 索引 所以我們可以用 L1 雙中括號裡面放2 就是找出L1裡面的第二個物件 L1裡面的第二個物件 是他這個矩陣 對不對 3x3的文字矩陣 但我們按下Enter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他被找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中括號 這個是列表成的索引函數 同樣的 你可不可以打上名字 主要是打上B 會出現一模一樣的東西 打上C 他應該會產生一個邏輯向量給我 這樣可以吧 好 索引 一樣前號也可以用 前號就是這個物件下面的什麼 前號也是可以用的 好不好 接下來 再來 列表 我把L1 B把它叫出來之後 我可不可以繼續找 這個矩陣裡面的第三個Raw 第一個column 可以喔 我就繼續往後打 索引函數喔 第三個Raw 第一個column 他會出來給我C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所以 索引函數是可以連續應用的喔 這樣可以吧 所以說其實列表這個東西非常方便啊 我產生一個列表之後 我要指向到 這個列表裡面的任何一個位置 我都可以用索引函數 一層一層去把它找出來 這樣可以吧 這樣知道齁 好 1 好他就10這個數字 這個10在哪裡呢 可以看到嗎 在這裡 2 3 這樣可以 10這樣可以齁 好我們繼續 好那我們現在啊 這個我們已經了解到 列表是一個非常方便的東西 這樣可以吧 那列表這麼方便的東西 呃 我們想要更好的使用它 呃 我們就必須學會一個東西叫S3物件 S3物件 這是一個專有名詞喔 這就是你們以前根本沒有聽過這個TEN 好不好 這就是R語言裡面的專有名詞 你今天在寫其他程式語言 有類似功能的東西 他可能不叫S3物件這樣子 這是一個R語言專有名詞 這個東西需不需要學齁 嗯 你需要了解它的特性 但是不是需要學得很會 好像真的未必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 S3物件它的產生方式 現在 我們來看一下你的L1 現在的L1是一個列表 當我打下L1的時候 相當於是我print它出來了 對不對 我打直接打L1 跟我打printL1 完全等價的意義喔 好不好 完全沒有不同喔 好 那現在這個列表 它print出來的時候 就是一個這樣的格式 那有一天 如果列表非常非常大 裡面東西非常非常多 我這樣打下去 是不是會造成 呃 很有可能看也看不清楚 東西太多了 對不對 所以現在我們需要S3物件來輔助 我們來看S3物件是什麼吧 S3物件的主要功用是 當我們直接打 它本質上 S3物件的本質上 還是一個列表 我們還是可以透過列表的索引函數 去把S3物件裡面的東西給叫出來 但是啊 S3物件在直接打print的時候 會呈現出使用者制定的樣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怎麼產生S3物件 就在說現在 你問它L1的class是什麼 它會回答你list 可是啊 我們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我們強迫 把L1的屬性 改成 Test 這Test是什麼屬性呢 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對不對 你這邊可以換證可的名字喔 我這邊只是隨便打個名字 叫Test 好 你現在在問它L1的class是什麼 它就會告訴你Test Test是什麼屬性啊 沒有人知道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再看一次L1 Print L1喔 我們現在按在Enter之後 你發現它有沒有什麼變化 你幾乎沒有 但是在下面 它有提示你 這個東西它的class 是一個Test 是Test這個屬性 好我們繼續 好接著 當你已經學會轉變屬性之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串程式碼是什麼 這一串程式碼是 我們產生了一個叫Print.Test的函數 注意喔 現在在我們右邊是沒有函數的喔 在我們右邊是沒有函數的喔 這個函數的 Input就是Test Test裡面 告訴我們說 Cat這個函數是講話嘛 Cat就是講話的這個函數這樣 講話說此列表共有LensTest的物件 然後 Cat這個物件名稱分別為 這個符號是 換行符號 這個符號是換行符號喔 那接著 Cat Past 我把它所有的Name把它列出來 這個函數的意思是 用豆點把它分隔開 把NameTest 用豆點把它分隔開 再給一個 這個 換行符號 我 RUN出這個函數之後 現在右邊是不是產生了 這個Function 有趣的事情出來喔 剛剛我們打L1的時候 什麼變化都沒有對不對 就是一個List 現在我們按下L1之後 你會看到 它怎麼出現了 我定義的輸出格式 這樣懂意思嗎 這非常特別喔 S3 S3物件 可以 所以 它明明是一個 列表 但是 我給它 我直接Print的時候 它呈現出來的東西 可以是我指定的東西 至於格式呢 就是首先 你要先把Class 改成你的指定名稱 像我這裡是把它改成Test 這個指定名稱 然後 你必須在你的環境裡面去定義 print.xxx 這個xxx 跟你的指定的物件名稱 是一樣的 這樣可以嗎 print.xxx 等於Function 然後裡面就是你 所要輸入的物件格式 然後它的 Output名稱 注意件事喔 現在我的L1 裡面看起來好像什麼東西都沒有 可是當你打下LX L1的時候 它就會告訴你 裡面有A 有B有C 當你對著L1 使用所影函數 舉例說 A的時候 它一樣可以叫出 裡面的東西 所影函數 B 一樣可以叫出裡面的東西 所影函數 C一樣叫出裡面的東西 裡面的第一個 裡面的 第二個 裡面的 第三個 第三個 第二個 它一樣可以叫出特定的 物件 所以說 這個 S3 它跟List有什麼差別 它本質上是List 但是它在print出來的時候 會有不一樣的描述 注意喔 這件事情 等一下我們大概在下一節課的時候 或者這一節課的時候 我們就會遇到S3物件了 好不好 那我們所看到的東西 跟這個 東西 跟這個物件本質上裡面所擁有的東西 是不同的 這就是S3物件的 神奇之處 還有就是 它對初學者容易confuse的地方 原因是因為 在你的環境裡面 已經有一個print.xx 去定義好 它的 遇到這樣的 物件屬性 我們要怎麼做 好 當你知道這件事之後 如果我們強迫把 我們強迫把 class L1 把它重新改回List 那我們現在再看L1 它就回復了本來的樣子 我們再把它改回 test 我們再看這L1 它就會變成了像樣的樣子 我們把它改成test2 因為我們還沒定義test2對不對 你現在打L1 它就是跟剛剛我們還沒有定義test1的時候一樣 這樣可以吧 我們再把它改回test 這樣可以 我們現在從這邊繼續 好 接著 你除了能夠定義 print這個函數以外 你還可以定義summary這個函數 我們可以定義 所以現在你對L1打下summary之後 你看到 你看到 這個是什麼 看不懂 它裡面總共有三個東西 分別是numeric 然後文字 跟logical 這樣可以吧 看起來好像其實有點怪怪 因為那兩個 A跟B其實是矩陣 對不對 好 所以同樣的我們可以定義一個 summary.test的這個函數 細節我就不介紹了 重要的是我可以定義一個輸出格式 這樣懂嗎 好 有了summary.test 同樣我再按下run 這裡是不是又出現summary.test這個函數了 接著 我再打一次summaryL1 按下enter之後 它產生的東西又是我定義的東西了 所以說 我們這裡學會了什麼 summary.test是一個很神奇的屬性 它擁有列表的所有用法 包括它的索引函數 包括它任何對它可以使用的函數 但是你看到的東西會不一樣 為什麼我要教這個呢 因為等一下我要教你們檢定方法 比如說t-test t-test 檢定完之後是不是會留下好多東西 比如說它過程中所計算出來的 t-value p-value 好多東西對不對 可是我們呈現的時候 我們呈現給使用者看的時候 是不是想要看報表 而不是想要看 我的t-value是多少 p-value是多少 平均值多少 標準差多少等等 所以啊 t-test這個函數 它所產生出來的物件 就是一個s3物件 這個s3物件 當你直接print的時候 你看到的是報表 但是當你深究的時候 裡面就是一個list 你可以用list的方式 把裡面你想要的東西把它抓出來 舉例來說p-value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繼續 好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練習二 這個練習二 是現在請你延續練習一的功課 並且你必須額外增加一些要求 首先啊 就是我們剛剛 在這個函數裡面 我們是不是直接就把 平均數跟標準差 直接把它貼起來 變成一個文字格式 那這樣子 我其實是不是毀了那個 平均數跟標準差的真實值 所以我現在啊 希望啊 你可以 你的輸出格式不要是一個 二維 一維的向量 你可以輸出一個列表 這個列表裡面的第一個小物件 是平均數 而且是真實值的平均數喔 列表裡面的第二個物件 是 真實值的標準差 列表裡面的第三個物件 是 真實值的樣本數 然後 列表裡面的第四個物件 就是剛剛的平均數加減標準差 這是我們剛剛要貼的那個東西 這樣可以嗎 列表裡面的 第五個物件 必須是各類別的名稱 這個 可以統一儲存成文字變數 長度不限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 舉例說 Desease 就是它的Levels disease Levels x2 這樣可以嗎 因為 你在這裡的時候 你是不是會留下Levels x2 對不對 這個東西也是我們想要的Information 不然我們怎麼知道 第一個是 第一個平均數加減標準差 是誰的 第二個平均數加減標準差 是誰的 對不對 所以 你就必須把它的Levels留下來 當你全部都留下來之後 我希望 在你 所以你的物件 你的 那個函數的Output 總共有 五個物件 五個 那是一個列表 裡面有五個小物件 對不對 那但是當你打下Print的時候 我不想要看到那麼多東西 我只想看到 主別 XXX 主別XX 就是那個Levels x 的平均數 加減標準差 為 XXX加減XXX 然後 括號個案數等XXX 這些XXX就是你要填住 列表裡面物件的東西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來做一下 這個 我相信你們是做不出來 好不好 給你們三分鐘的時間 五分鐘好了 稍微RUN一下前面的A3class 等一下我做一個示範 好不好 你們這個做不出來 不影響後面的結果 好不好 我們繼續 這題 這題按照我們剛剛的講法 就是我們必須要把東西儲存在這個 先儲存在列表 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儲存在列表 好了 首先我們先清空 然後按照我們剛剛的做法 我們其實 我們不要一開始就把東西 放在這個函數裡面 這樣我們會很難寫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做測試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 一樣我們這裡先 I開始 I等於 E開始 M SDE Result I 好我們在這樣開始 好首先啊 首先我們要先產生一個 這個空的這個list 首先我們要先產生一個平均數的這個序列嘛 對不對 那我們平均數的序列要怎麼產生呢 我們首先在result 我們現在可以產生多一點東西 result.m 這個是平均數的這個 平均數 我們要放平均數的這個位置嘛 然後接著 result.s 這個是我們要放標準差的位置 然後result. 這個 呃 我們還有什麼 喔 result.樣本數 那result.n 好不好 然後接著 第四個是 min加-sd嘛 result.ms 第五個是 類別名稱嘛 類別名稱不用放 類別名稱就是levels x2嘛 對不對 好然後I等於1的時候 我們首先一樣 先把x1 把它抓出來 對不對 x1把它抓出來 可是啊這個時候 當我們全部執行到這裡的時候 不過 欸 我們要首先一樣 x1 等於 先給一個範例 x1等於data裡面的 依據法 x2 等於data裡面的 這個 這個 然後dig等於3 好一樣從這邊開始 我們全部執行完 sub.x1 你發現什麼東西 呃 你要求它的平均數跟標準差 這都沒有那麼難 可是啊 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什麼啊 它的樣本數是多少 我要怎麼求啊 我好像沒有辦法求 對不對 那還記不記得之前 有一個函數叫 is.na is.na 是確認說 這個 地方是不是na 對我們在用 索引函數的時候 我們有用到這一招喔 好不好 所以 is.na sub.x1 它是不是產生很多 true跟false 好這裡齁 true的地方就是 就是這個 true的地方就是 那個 有 就是有na 然後force的地方就沒有na 給金燈號會有什麼效果 把true跟false反過來對不對 好 接著 打 有一個方式啊 有一個函數叫上 上是把 這些直通加起來 因為true就是1 force就是0 所以這樣就是樣本數 可是這個我沒有教過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有沒有辦法用我們教過的方式把它求出來 我們可以用which which這個函數有教過嘛 是哪裡有true對不對 which完是不是這些全部的這個 true的地方 總共有哪些 那 接著再用lens 是不是 我就可以知道 總共有幾個 which完之後總共有幾個 好答案是不是一模一樣 好這樣可以嗎 這個是 完全用我沒有教過的函數做出來的方法 這個是 用 我教過的函數 我新教的函數做出來的方法 所以這個是樣本數 樣本數 我們可以把它存在 存在哪裡呢 result ms result n 裡面的 第1個位置 這樣可以嗎 result i 裡面第1個位置 我們就存樣本數嘛 對不對 然後 命呢 命我們把它存在 result m 裡面的 第1個數 這樣可以吧 s呢 我們把它存在 result s 裡面的 第1個數 這樣可以嗎 那接著 這個 result ms的第1個數 就等於paste format c 我們要把 result m的這個數 把它放過來對不對 然後 result s的第1個數 把它放到剛剛s的位置 這樣子 這樣子 我們全部執行完之後 我們再看一下 現在的result 點m 是不是第一個數有了 result.s第一個數有了 result.n 有了 result.ms 是不是有了 這樣可以嗎 然後我們是不是 可以把 這個 for回圈 把它 展開 for回圈展開完之後 是不是 for i in 你一到多少勒 lens level 點x2 括號 把它放進去 好放完之後 我們要把 這五個東西 合成一個list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 l1 等於list 然後這個 首先我們先放m 對不對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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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結果了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利用它當S3 class 所以我們要在裡面強迫它的屬性 L1 把它改成一個我們指定的屬性 舉例來說這個指定的屬性就叫 test 叫做 my class 就叫 my class 我現在想不到是什麼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這一整包放到test這個函數裡面 這樣可以吧 我現在把這裡清空了喔 我不要這個了 我現在把test2這個函數刪掉 因為我不需要它了 我們今天的作業只有這裡嘛 把它刪掉 我現在把它全部執行一次 現在是不是產生test這個函數了 這樣可以嗎 是不是有test這個函數 我現在打test x1等於data裡面的egfr x2等於data裡面的desease xdig等於2 欸 什麼都沒有 因為我忘記把 我忘記在函數的最後把L1 print出來了 這樣可以嗎 全部再執行一次 按上 再看一次 test這個函數的效果 好是不是出來 第一個是不是min 第二個是不是sd 第三個是這個 第四個是這個 第五個是它 對吧 好 接著 我想要用 我想要用它 用s3class嘛 對不對 s3class我是不是用print 點 my class 等於function 好 裡面我們可以輸入就x 輸入之後欸 我要秀出的是什麼 我要秀出的是主別XX 個案數XX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秀出的是 paste 0 paste paste0 這個 L1 X裡面的 第 我們首先我們要貼字的時候 我們就首先組別這個嘛 對不對 組別這個 然後 首先x裡面的第五項 然後 斗點 只是平均數加點標準差為 是不是x裡面的 第四項 接著 斗點 各 個 個案數等於x裡面的 第三項 對不對 在 好 這樣 是不是 這是我要的東西 對不對 好 然後 我把它 cat 出去 好 當我把這個函數產生了以後 注意喔 我本來按 我本來 L1 等於 Test 這個函數的結果 現在L1 它是一個 還沒有被定義的s3 class 對不對 當我把這一串 把它run出來之後 產生了print.my class的時候 當我再按次L1 看到結果了嗎 我們組別1 組別0字平均數 組別1字平均數 當然你用cat這個 這個函數會比較粗糙一點 我們可以用pest這個函數 然後 斗點 colapse 等於 用分行符號把它隔開 這樣喔 分行符號把它隔開 我們再用一次 我們現在再看一次L1 你要cat cat才可以講話 我們再執行一次 然後我們再打一次L1 是不是你看到了 這是不是我們想要的樣子 好 然後你問它L1裡面的 第五個數 它還是levels 它裡面的第四 它還是這些東西 這樣可以吧 所以這樣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我們再回頭打一次test 然後我們故意把這個delice這裡 改成主要說incount 看起來很有趣吧 對不對 只要一位小數 這樣可以齁 好 所以這就是 S3 class它厲害的地方 好 那這個 這個部分齁 就是 你們做不出來是很正常的事情 好不好 但是我一定要教 因為那個S3 class 等一下我們下一個小節就用到了 下一個小節你不會用到 這麼進階的S3 class 可是你回頭就 就回家再好好看一下 S3 class是怎麼回事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開始要做減定了 我們已經會描述性統計了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來做推論性統計 最簡單最簡單的推論性統計 就是ttest了 好不好 ttest這個推論性統計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 有一個連續變相 跟一個類別變相 注意這個類別變相 必須是兩類的 我們才有辦法用ttest來做 我們來看一下 ttest的函數 是t.test 那它需要怎麼用呢 我們來看這一行 好 我現在把這個 S3 class的這個語法刪掉囉 反正我們那個影片上面會有 對不對 好 我們把它清空 好 注意一下喔 我們的test ttest t.test 跨號裡面放什麼咧 DATA EGFR 這是我把EGFR這個變相 把它鎖引出來 對不對 注意這裡有個符號 chillin 這個chillin符號 是R裡面很特殊的一個符號 它分別 左邊放E變相 右邊放字變相 左邊放Y 右邊放X 所以我們是用 dibetis 這是一個二元類別變相 用dibetis 去對EGFR做分類 這樣懂嗎 然後 逗點 variance var equal 等於false ttest 總共有兩種公式 第一種公式是 equal variance 第二種是 沒有 強迫它equal variance 這個東西 我們在這裡不會特別教 你就只要知道 ttest有兩種 這兩種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正常的狀況下 等一下我們會教怎麼樣去 什麼情況下使用 equal variance 什麼樣使用沒有equal variance 好 這樣子我按下run之後 它產生的是result1 對不對 這個物件 我現在print result1之後 為什麼 因為我還沒把DATA讀進來 我print result1之後 你發現這是什麼 一看就知道是s3class 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說 我為什麼教s3class 就是這個原因 你現在問它class result1 告訴你這個htest 這是沒看過的東西 對不對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只要 你覺得它不是常見的那個 比如說文字啊 音子啊 然後list啊 matrix啊 這些 那種看不懂名字的 通通都s3class 這樣知道嗎 那你現在知道 我們剛剛學了s3class 學了那麼久 我們就知道 list的函數 可以用在s3class上面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用ls result1 你發現它裡面是不是有好多東西 然後result1 裡面 我是不是可以用list 所有的函數 比如說 雙中括號 然後我們把p.value 這是不是最重要的東西 result1 欸 這是不是就是 我們檢定結果的pvalue 我們同樣可以用這種方式 拿到檢定結果的 我們同樣可以用這種方式 我們同樣可以用這種方式 拿到檢定結果的 舉例來說 呃 statistics 好了 這是tvalue 這樣知道嗎 所以說 這樣知道了吧 我們現在有一個 我們現在做了ttest之後 它的output是一個s3物件 這個s3物件 如果我們只想要它的pvalue 舉例來說我們剛剛 不是講說我們的其中作業 我們會希望你做出一個 自動的表格分製造機 希望你做出一個自動的表格製造機的話 你是不是就需要有這個pvalue 其實你只需要這個ttest裡面的pvalue而已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透過 索引函數 把它的pvalue給抓出來 這樣知道了 好我們繼續喔 那 ttest你會做之後 這個VilcoxenTest VilcoxenRank3Test 是ttest的五母數統計 這個用法跟ttest完全一樣 只差別在 它不用下equivalence的這個參數 這樣可以吧 好這樣這個就是result2 同樣它也是個s3class 我們問它lsresult2的時候 你一樣可以看到它裡面有多少東西 這樣可以吧 我們繼續 好 它的 這邊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的class很特別 然後我們可以用ls 把它裡面的東西列出 這樣我們就可以用索引函數了 這樣懂吧 繼續 好那ttest的分成兩種 第一種是 equivalence 就是var equal 這邊我們打false var equal 打false就是 沒有equivalence 所以這是變異不同值的 這個ttest 如果我們打true 就是變異同值的ttest 好那什麼時候我們要用變異同值 什麼時候我們要用變異不同值呢 我們需要做一個東西叫做var test 這叫變異數檢定 注意喔 這邊我們現在在教的是一個 統計檢定的一個標準流程喔 這個你們上升統課的時候 你們現在上到第幾節啦 大概第六節了吧 可能第六節 第五節第六節第七節 那附近啦 你們之後馬上就會交到這個部分了 我現在劇透的部分 老師一定會交到好不好 var.test 這是一個拿來檢定變異數的 函數 這個 後面 完全一樣 你們發現通通都長一模一樣 只是我現在做var.test 那var.test 我就可以把var result 把它存出來 這個var result 就是我對 EGFR 的兩個組別 做變異數檢定 變異數檢定是檢定它是否有同值 那這個東西一看 它又是一個s3class對吧 然後我一樣ls var.result 我可以得到 裡面的東西 裡面的東西關鍵是什麼呢 關鍵是裡面的p.value 對不對 我可以得到它是一個0.899 好那我得到它的p.value之後 我是不是 就可以根據這個p.value 來決定 它是否要使用 equivalence的t-test 所以啊 正常來講 我們現在要開始做練習3囉 我們現在描繪出一個 使用情境 當使用者給你一個連續變相 跟一個類別變相之後 請你做哪些 流程上的規劃 首先 使用者給你函數的input 必須是類別變相跟連續變相 接著先做一個檢查 如果類別變相的類別數 大於2 我們就不能用t-test 對不對 所以 產生警告 警告它不能做 這樣懂的意思嗎 因為 t-test跟 Vilcoxen rank sound test 只有類別數 等於2的都才可以用 接著 請你先 這個 你大概可以想像 用什麼東西做 就levels這個函數 對不對 s-factor之後 levels這個函數 你就可以用了 好 接著第三步 先檢查 兩組的個案數 是否都大於25 樣本數怎麼做 這個我們剛剛示範過了 對不對 樣本數可以透過 isna 跟sang的組合 或是isna 跟witch 和lens的組合 我們可以把它求得出來 如果兩組的個案數 都大於25 我們就做t-test 不然我們就做 Vilcoxen rank sound test 接著 如果你選擇了做t-test 你要先進行 變異數檢定 變異數檢定完之後 根據變異數檢定出來的p-value 如果p-value大於0.05 如果p-value大於0.05 我們就執行 變異數通知的檢定 也就是 我們在這裡 我們下的參數是 var.equal等於true 如果 它的變異數的p-value 小於0.05 我們這裡 就給它false 好 這就是我們 練習3的函數 這個理論上是做得出來的 好不好 那我們 大概 給10分鐘 稍微做一下好不好 好 我們要 我們要重新寫一個函數之前 我們是不是首先 再來一次 x1 這是一個 連續變相 這個連續變相 我們就用egfr當例子好了 x2 等於 data 我們就用desease當例子 好 那有了這樣子之後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開始 執行我們的這個 就是開始來做我們 我們 我們先把它清空 然後我們再來做一次 好 我們現在是不是可以開始 來看著我們這個函數 然後來看要做什麼 首先先檢查 類別數是否 等於2 如果 不等於2的話 我們就要執行 我們就要 我們就不執行 我們才要 等於2我們才要執行 所以我們首先 是不是一樣 level.l2 x2 等於 呃 levels 然後as factor 然後data 裡面的 不是x2 這個 是不是 我們的 level.x2 對不對 所以如果 if lens 它大於 它等於2 我們就執行嘛 對不對 那else 我們 else的話 我們就不執行 對不對 我們這裡可以寫一句話 cat 呃 類別數 不等於2 不等於2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現在的 關鍵就是 那如果它等於2的時候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首先要先 計算樣本數 對不對 樣本數怎麼計算 是不是再來 n result n 跟我們剛剛一樣嘛 對不對 result n 等於repeat na 然後lens level x2次 然後接著呢 4 對不對 i in 我這邊就不 按照這個 我就直接打for回圈了 因為這個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示範過了嘛 對不對 result 點n 的第1個 它等於sum 然後這個 驚嘆號 is.na 然後 這個 x1 裡面 x2 等於等於 這個levels 點x2 裡面的第1個 好 這樣子 我全部執行完 這個 result.n 是不是就是 我各組的樣本數 這樣可以嗎 那我各組的樣本數 我是不是可以透過這個嗎 它大於 25 它如果都是true 那就代表 它如果都是true的話 就代表沒有問題 對不對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問它一件事情 就是False 它%in% 是否在後面裡 如果False有在後面裡 代表有一組 超過 有一組小於25 對不對 所以 如果這項條件滿足的話 如果 發生這件事情 那我是不是 就沒有辦法用t-test 我就要用五母數統計 因為兩個組別 有一組太小了 else我才用t-test 對不對 所以在 發生這件事情的話 我是不是就可以用 will coxen test 之後我才做t-test 對不對 所以我如果發生這件事情 我就 result 就等於 will coxen test 然後 x1 小老鼠x2 這樣子 好 else的話 我是不是要先 執行 變異數減定 var 點test varresult 等於 var test 然後裡面一樣 x1 小老鼠x2 好 如果現在直接執行 var.result 我出來的結果 是不是我要它的pValue 我要它的pValue怎麼求 ls看一下pValue在哪裡 那是不是在這裡裡面的 p.Value 你也可以用前號啦 好不好 好那這樣看起來 他是 變異 不同值的喔 對不對 if 這個東西 他如果 大於 0.05 我就使用equal variance 對不對 else 我就使用 那個 那個 變異不同值的 對不對 好所以如果 發生result 他就等於 t.test x1 一樣 x2 然後var 欸 這個參數是什麼 我忘了 var equal var equal var equal 就等於true 然後else的話 var equal 就等於false 好那這樣子 發生第一件事 我的輸出是result 這個result 發生這件事 我的輸出這個result 發生這件事 發生這件事 我的輸出這個result 我是不是可以在這個的最後 把result給print出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所以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 是不是可以打包成一個函數了 我們現在把它打包成一個函數 打包在這裡 叫做 my test 等於function 裡面輸入什麼 x1 跟x2 對不對 然後大括號 裡面把 東西通都放進來 好我們來 做一個 我們來做一個 做一個實驗好不好 我們把它全部取消掉 然後run 好看著 這個 我們的 my test x1 x1 等於data 裡面的 egfr x2 等於data裡面的 desease 他是不是就做出了相對應的 體檢定 好如果你把這個delese 換成incount 三類嘛 不能做 這樣可以嗎 好我們來做一個 比較 有趣 我們來做一個 試好了 主要說我們subdata 他等於data裡面的 第一筆到第五十筆 因為這樣子的話 他data量是不是很少 所以這樣他鐵定 就要做 Willcoxen run sound test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做my test 我們用subdata 裡面的egfr 跟subdata裡面的 desease 他現在 是不是 他現在這樣還是做 他這樣還居然做的是 Willcoxen 他竟然做的不是 Willcoxen test 這個太不合理了吧 好我這邊跟大家解釋一下 假如我現在函數已經寫完了 但是 我 我不知道 就是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就是 不知道該怎麼辦 喔我知道了 應該是這裡要括號 好 就是 result 大於25 這裡要括號 如果這裡不括號 這個會先做 然後再問他 大於25 這樣子 好 我全部在執行一次 現在我的my test 好你看他就用 Willcoxen run sound test 對不對 我把 subdata改成data 他就用 他就用 t test 這樣可以吧 然後我把 delese 你看 注意喔 他這裡用的是 沒有equal variance 這個用的是 equal variance 這樣可以吧 這樣知道 你看我的函數 是不是寫的 很長 但是我是不是很方便 以後我有個連續變量 一個二元的類別變項 是不是就可以用這個函數來做了 好 接著 我們來就繼續 下一個小節 那剛剛已經做完了這個 t test 那是二類的對不對 三類以上 我們是不是要用 anova 跟kw test 那是他相對的 五母數統計 所以 當你 類別數量為三類以上的時候 而且 一變數為連續變強 那anova 跟 kw test 我們要怎麼做 來anova anova 做法比較複雜一點 anova 我們必須先使用 我們現在開一個新的語法 anova 我們必須先使用 AOV 這個函數 先產生anova table 為什麼要先產生anova table 這個 anova table 是做anova test裡面 要先做的步驟 這個統計課會教 不知道 現在 我們在這裡 我們只學操作 我們不需要知道為什麼 我們只要會做就好了 好不好 有了variance table之後 我們再對variance table 做anova 這樣我們會求得anova table 所以注意喔 做anova的時候有兩個步驟喔 第一個步驟 先用anova 做完之後 再把這個結果 丟進 anova這個函數 這樣子我們就會產生anova table 這個anova table 裡面的 P 就是我們要的東西嘛 對不對 好這個東西 我們問他同樣的 我們問他class 我們發現什麼 他看起來又是一個 S3class 我們問他 la4 裡面是不是就有pvalue 所以一樣 anova table 兩個雙中畫號裡面的 pr 大於f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pvalue 裡面有兩個東西 我們只要第一個東西 對不對 怎麼做 再給一個所有的函數 裡面的第一項 這是不是就是我們要的pvalue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anova 這樣 這個就是anova table 至於anova table怎麼看 這個到時候請統計老師教你們怎麼看了 重點就是只看pvalue 反正我們這邊大部分的人都只做這件事情 好不好 不過 因為我是 等於說我一直統計背景 其實這樣看很不好 好不好 不過 我們在現在教寫程式 就這個樣子就可以了 好 那 所以這樣子我們就會做anova了嘛 對不對 那kwtest怎麼做呢 kwtest跟剛剛ttest的一模一樣 非常的簡單 也就是我們只要 就是 k 這個 就是這個 函數 然後括號 然後直接這樣做 我們就可以得到 kwtest的 result 這樣可以吧 好那同樣的 如果你只是想要pvalue的話 呃這個也是非常的簡單 就是你這個 呃你只要這個 就是 呃用ls kw.result 你就可以得到 它裡面所有物件的 小物件的名稱 你就可以獲得它的pvalue了 好不好 好那這邊喔 我們這邊有一個練習題 那 因為 剛剛上一題沒有人做得出來嘛 所以這一題根本不可能做得出來 因為這一題是繼承 上一題 所以我們這邊就直接做示範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 這邊做完之後 我們再給 就是再給5分鐘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中作業 跟我們的遠大目標 好不好 那 你不用覺得太難啦 你回去練習的話 你一定知道 這是在做什麼 那 延續練習3的題目 練 類別數為2的時候 我們就做 我們就做剛剛前面的這個 T-test的過程 對不對 可是當類別數超過3的時候 超過2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就要做下面這裡 好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把下面這裡寫好嘛 對不對 首先一樣我們在 之前我們是 我們在減定樣本數的時候 我們是 放在 Lens等於2的時候 對不對 現在我們把這一串 放到這裡來 這樣我們resultn 因為我們resultn 這個跟類別數無關嘛 對不對 我們可以完全可以用這個 完全可以在外面先做完 然後接著 當類別數 超過2的時候 我們在這裡 同樣我們先檢查 它是否 它是否 樣本數有任何一組 小於25 如果有的話 我們用的是什麼 我們是不是用的 就是前面的 KW-test的結果 我們把 做Variance table 用AOV這個函數做Variance table 對吧 Variance table一樣 用X2對X1來做 這樣可以吧 接著 我們可以產生 跟ANOVA table 對不對 這個ANOVA table 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我們把Variance table 放進來 然後這個東西 是我們要的result 這樣可以嗎 同樣最後 我們把result 輸出出去 這樣子 我們再清空一次喔 可以看出我們的結果 我們全部 把它執行完 你可以看到 我把它拉大一點好了 這樣如果到時候 有人要抄的時候 這樣比較簡單 這樣可以嗎 好 你有了MyTest這個函數之後 我們現在 再看一次 MyTest X1等於Data裡面的 EGFR X2等於Data裡面的 Desease 這個時候它還是走Test的路線 對不對 這個 剛剛我們用InCon的時候 它是不能做的 對不對 現在 它是不是就給我ANOVA table 然後 我們只用 我們如果用SubData的話 SubData很小 只有50筆 所以它鐵定會用KWTest 對吧 看到了嗎 它就使用KWTest了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所以這個函數寫完之後 是不是無論我想要使用 這個 就是 我只要給它一個類別變相 跟連續變相 它就會執行剛剛那個超級複雜的步驟 把最終該用什麼檢定結果 把它Present出來 那如果你真的只關心PValue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result 通通都改成裡面的PValue 這樣知道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回家的時候 based on我們剛剛的練習題 我希望你們可以做出這個簡單的結果 因為我們教平均數 跟平均數加上標準它怎麼產生 對不對 我們現在也有教PValue怎麼產生 所以給定一個 連續變相跟個類別變相 我希望你就可以產生這樣一個table了 這個table怎麼產生呢 先指定一個matrix 指定一個形狀 然後第幾格要填什麼 第幾格要填什麼 這個就按照我們的想像 去一格一格把它填進去 這樣知道吧 這個長度一定是2嘛 對不對 因為第一個填variable 第二個如果填那個變數的名稱 對不對 這個column的數目 是不是就是 首先你要放PValue 也要放variable name 對不對 這邊是不是level的數目 所以就取得了 類別變相的level數目 再加上2 是不是number of column 好 接著PValue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如果你的PValue 小於0.001的時候 通常我們 直接用format函數 它會顯示0.000 這樣我們不喜歡 如果想要PValue 小於0.001的時候 是產生小於0.001的話 你需要這個函數 當你有了這個函數之後 你看一下這個函數 現在這個函數我run完之後 右邊是沒有產生.run的.p的 但是如果你用.run的.p 然後你用0.0001 然後豆點三位小數 它就會產生0.001 小於0.001 如果四位呢 它就會給你0.001 這樣可以嗎 這個.run.p這個函數 是我寫出來給你抄的函數 讓你要產生PValue 這個四捨五入的時候 比較簡單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表格你做出來的話 你應該就可以做出剛剛我們那個其中作業那個表了 好我們先小結一下這個今天上課內容 然後我等一下跟你們介紹一個東西 我們今天上課內容 主要就是教你怎麼做描述性統計 怎麼使用S3 class 怎麼去制定複雜的檢定流程 然後並且把它打包到一個函數裡面 根據這些knowledge 加上資料整理的能力 你一定可以做出我剛剛那個table 我們來這邊介紹一個我寫出來的軟體 怎麼會還沒跑出來 等它一下喔 好等一下 做完 等一下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這個東西叫TableMaker 好不好 這個 我們TableMaker 在使用它之前 你需要準備一個類似這樣的資料表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那個範例資料 有點慢 好 這個TableMaker你可以按這個註冊啦 註冊了之後 你只要註冊了 你寫好你是誰 基本上我一定會給你通過的 網址在這裡 好不好 網址是這個 好這個 這個TableMaker要怎麼用呢 首先你要先有一個Excel的Data 然後一樣它必須是CSV格式的 這個ExampleData就是我們剛剛那一筆範例資料 你可以使用 DataSelection這裡 一步一步把它上傳上去 好再下載這裡 ExampleData 上傳完之後 這裡先選擇哪些變相要分析 哪些變相不分析 連續變相類別變相 它會自動做一些判斷 但是你可以用選的 舉例來說我覺得Incon是個連續變相 我可以把它丟過來 這樣子 好這個是Data基本的描述 然後我們可以到第二個分頁這裡 我們做Table1 Table1 我們Paper的Table1 是不是我們的 前面我們要先選一個表頭 Grouping Variable Grouping Variable 選一個類別變相 主要說我們選Education 然後我們左邊 放上我們全部想要放的變相 我這邊隨便放幾個變相 接著我們按下Run 你就可以產生一張Table1了 其實我教你們那麼多 我就會希望你們在 其中作業的時候 你們不用把這個網頁寫出來 可是你們可以指定 Grouping Variable 指定函數 可以把這樣的一個Table 產生出來 至少在R裡面產生出來 並且寫出去寫成一個Excel檔 當然我們這個TableMaker 還可以寫成一個Word檔 這個Excel檔寫出之後 為什麼打不開 寫出之後就長成這個樣子 這樣是不是我就很好用了 我貼上就非常簡單了 對不對 當然這個TableMaker 功能比較強大一點 他還可以寫成Word檔 這個就是 基本上這個好用的軟體就是 有上課才有福利 對不對 其實你翹課了我還是會給你 就算你沒有上過 我還是會給你用 這樣子 好 那所以大概知道我們教學目標了 好不好 那這邊大家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沒有 那我們就下課囉 好不好